商务部12号宣布 即日起就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消息一出 震动岛内 台湾方面陆委会急到跳脚 当天晚上紧急以书面方式回应称 台湾尚未对大陆开放的农工产品约2000余项 承认本次调查会对台湾带来很大影响 但陆委会没有反思 仍然妄言 这是大陆对台湾业者的所谓干扰 说什么无助两岸贸易进一步合作及发展 台行政管理机构发言人罗秉承今天也两度声称 若两岸有贸易问题可以坐下来谈 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困扰 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今天也不无忧心地表示 考量这项调查公布的时间点 即近期解放军还台岛军演十分接近 经济议题看起来似乎已经跟政治议题挂钩 有台湾媒体更是直言 该项调查时间可延长至2024年1月12号 也就是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的前一天 就是要敲打民进党 希望台湾民众觉醒 据了解这是大陆第一次向台湾启动贸易壁垒调查 大陆专家解读认为 抛开目前的两岸关系政治层面的问题不谈 这项调查直接针对的是两岸贸易的不公平现状 因为台湾长期以来单方面限制损害了陆企利益 过去台湾曾禁止大陆产品超过5000项 随着双方加入世贸组织后 逐渐减少到2400多项 但是依照世贸组织的规则 台湾应该对会员全面开放 但唯独对大陆限制830多项农业产品 和1400多项工业产品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较高的贸易壁垒 导致两岸贸易长期不平衡 在多个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 由后面影响到两岸的贸易水平 两岸贸易的潜力就无法发挥出来了 那么另外呢 由于这个贸易水平的受到限制 那么相应的对两岸贸易 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 它的潜力也难以发挥出来 第三个呢 最为直接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影响到 需要两岸贸易产品的这些 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比方说台湾民众 它需要从中国大陆这边 进口的产品 对不对 那这样子台湾当局的 这个禁止进口的话 他们的这个福利就受到了省伤 从数据看 2022年大陆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 贸易顺差达到8776亿美元 但台湾地区对大陆 却享有超1500亿美元的顺差 专家指出 对台发起贸易壁垒调查 无疑也是一个风向标 表明大陆不可能继续 无节制的单方面让利 两岸贸易往来因公平竞争 台湾方面若再以政治安全等理由 拒绝路或输入 大陆将采取措施反制 面对调查可能引发的反制措施 岛内舆论也普遍担忧 曾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台商张老师 咨询服务计划的华信国际 企馆顾问公司总经理 袁明仁表示 在公告中提到的台湾产品中 化工与农产品两类可能受冲击比较大 化工是因出口大陆规模较大 农产品则受限于市场转移不易 台湾糖果饼干面食工业同业工会 副理事长洪建龙则表示 业界普遍担忧 这是大陆欲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重新列入检讨 如果ECFA被取消 对台湾食品纺织业的影响层面相当大 另外不少台商也表示 贸易壁垒调查结束后 很可能就是对台湾的反制或制裁 也就是说 以ECFA为基础的大陆单方面让利时代结束了 월 여러� panel谈计指明 我們不 Zo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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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vjpaj